哈喽,宝贝们晚上好,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今天我要给你们分享的是丑小鸭,让我们来听一下丑小鸭的故事吧。 丑小鸭 啪,鸭蛋破了,黄色的小脑袋生了出来,它和哥哥姐姐长得不一样,它就是丑小鸭。 别的动物笑它丑,哥哥姐姐也笑它丑,丑小鸭在鸡笑声中长大,它会幸福吗? 炎热的夏天里,鸭妈妈蹲在窝里孵蛋,不久传了一声呱呱,鸭妈妈的肚子下伸出了好几颗黄色的小脑袋。 小鸭子诞生了,一共有六只啊。 哎呀,好大好漂亮的世界啊,小鸭子们叽叽呱呱地说。 鸭妈妈还是一动不动地蹲在窝里,因为最大的一颗蛋还没破呢,过了好久好久,啪,这颗蛋终于破了。 一只又大又黑,样子奇怪的小鸭子,摇摇摆摆地钻了起来。 鸭妈妈说,哎,怎么这么丑呢?该不会是火鸡的孩子吧? 对,看她敢不敢下水就知道了。 第二天,天气很好。 鸭妈妈带着孩子们到河边玩耍,扑通,鸭妈妈跳下水,呱呱,孩子们勇敢些,跳下来游泳吧。 鸭妈妈一说完,小鸭子们便张开了小小的翅膀,一只接着一只跳进河里去了。 它们沉到水里,然后又浮出水面,两只脚不停地滑动着,连丑小鸭也游得很好。 鸭妈妈高兴地说,嗯,还好,你会游泳,可见不是火鸡的孩子,呱,呱,我们回院子里去吧。 院子里好热闹呀。 胖小猪正在抢红萝卜,小鸡们拉扯着一个鳗鱼头,小猫咪一声不响地走过来,抢走了鳗鱼头。 一只脚上绑着红袋子的母鸡走过来。 鸭妈妈回头轻轻地对小鸭子们说,它就是我们鸭子同伴中最高贵的一位,你们好好地走给它看。 尽管把脚趾都张开,嗯,对,来。 伸长脖子唱首歌,呱,呱。 绑着红袋子的母鸡看了看小鸭子们说,哦,真乖,咦,那个丑宝宝不是你的孩子吧? 不,不,是我的孩子。 它只不过长得大一点儿,别的鸭子也都围了过来。 其中一只说,哟,它也是小鸭子呀,真是讨厌。 难道我们有这么丑吗? 听到吵吵闹闹闹,一群鸡也赶了过来。 它们说,真是个奇怪的小家伙,我们看看它是不是鸭子。 丑小鸭吓得把腿就跑,那些鸡觉得很有趣,便钻上去。 院子里的动物们看着丑小鸭一扭一扭地往前冲,都哈哈大笑起来。 鸭妈妈赶快跑过去,把丑小鸭藏在翅膀下,大声叫着,请别这样,你们说,这孩子到底做错了什么事呢? 从此以后,丑小鸭常常被一些顽皮的动物追赶捉弄。 渐渐地,它自己的兄弟们也开始取笑它,丑娃娃,让猫捉去算了。 最后,甚至连鸭妈妈也说,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幸福和快乐吧。 有一天,丑小鸭穿过了竹篱疤,希望找到一个没有人欺负它的广大草原。 丑小鸭走着走着,来到了一块泥沼泽地,那是爷爷的家。 它在那儿过了一晚上,第二天,爷爷们发现了它,便说,你是谁呀? 丑小鸭,长得真奇怪,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 谢谢,丑小鸭礼貌地说。 碰碰,它们正说着,突然听到一阵枪声,是猎人们来了。 爷爷们急拍着翅膀飞走了。 丑小鸭,丑小鸭慌张地躲到草堆里去,一只猎犬发现了丑小鸭。 丑小鸭害怕地把头藏在翅膀下。 猎犬伸着长长的舌头,瞪着亮晶晶的大眼睛,望着丑小鸭,然后不知怎么又转身走开了。 好险呢,丑小鸭拍着胸口喘了一口气,它又伤心地想,我一定是太丑了,不然怎么连猎犬都不愿意理我。 丑小鸭,离开泥沼地,来到一间破晓的房子前面,屋子里住着一位老婆婆,有一只熊猫和一只母鸡,跟它住在一块儿。 老婆婆,请您让我住在这儿好吗? 丑小鸭向老婆婆请求说,母鸡说,你会生蛋吗? 哼,熊猫也冷冷地说,你会拱着背,并且喵喵叫吗? 不,我不会。 老婆婆心里想,说不定这只鸭子会生蛋,那么,我不是就有鸭蛋吃了吗? 那么,我不是有鸭蛋吃了吗? 她说,你就暂时住下来吧。 丑小鸭,在农家住了一段时间,可是连一个蛋也没有生下来。 老婆婆不高兴了,她说,哎,养你这个没用的小东西,真是自找麻烦。 丑小鸭,难过地缩在墙角里。 她想起了从前在池塘里自由自在游泳的情形。 有一天,丑小鸭忍不住跑出了农家,在森林中无精打采地走着。 咕,咕,秋天到了。 咕,咕,咕,树叶落了。 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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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冷冷的风里到处飞。 找不到家可以回。 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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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小鸭听了,觉得又寂寞又伤心。 冬天快到了,有一个傍晚,丑小鸭看见一群白色的大鸟,在金黄色的天空中飞着。 它们的羽毛闪闪发光,它们的脖子长长的。 丑小鸭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鸟,它们是天鹅。 那群天鹅正飞向温暖的南方。 丑小鸭觉得十分亲切,好像自己正和它们一块飞翔。 白色的鸟群越飞越远,越远越小。 丑小鸭看着,看着,忍不住大声地叫了起来。 等一等,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可是,白色的鸟群已经飞得很远,好像一朵朵白云,消失在蓝蓝的天空里。 丑小鸭用力跳进泥沼里,一会儿又浮出水面,游得累极了。 但是,它还是没有办法,忘记那一群飞走的天鹅。 冬天到了,你找地一天天的结冰,可以游泳的水池越来越窄。 丑小鸭整个晚上,两只脚不断地在水里滑呀滑,免得被冻僵了。 终于,有一个晚上,它的两只脚被冻在雪地上了。 丑小鸭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上,有一个农夫经过泥沼地,用木鞋踏碎冰块,救起了丑小鸭。 他说,嗯,还活着呢。 农夫带他回家,孩子们高兴极了。 咦,他睁开眼睛了。 哥哥,让我抱抱他吧。 不,不行不行,他还在发抖呢。 先让他喝点热牛奶。 丑小鸭,以为这两个小孩又要捉弄他, 便啪的一声逃出了门外。 丑小鸭忍受着冰雪和寒冷,躲在草丛里。 度过了漫长的冬天,他一定又冷又饿,真是太可怜了。 春天来了,小鸭们高兴地唱着歌,动物们睡了一个冬天,也都伸着懒腰醒来了。 丑小鸭,张开翅膀拍了拍。 咦,这是怎么回事呀?身体变得轻飘飘的。 他又用力拍了拍翅膀,没想到飞了起来。 丑小鸭不知不觉地飞上了天空。 绿油油的草原多么广阔啊,湖水静静地躺着,啊,多么美丽的世界。 这时候,有一群纯白的天鹅,轻轻地在淡绿色的湖面上滑着。 丑小鸭还想念着那一群在蔚蓝天空中消逝的白天鹅。 它停在湖面上,慢慢地游向那群天鹅。 像我长得这么丑,它们一定会赶我。 可是,嗯,总比被同伴们欺辱好得多。 丑小鸭想着,便轻轻地游了过去。 天鹅们也看见丑小鸭了,它们都围过来。 丑小鸭心里想,请你们杀了我吧。 它难过地垂下头来,等着天鹅们来咬它,但是奇迹发生了。 在清澈的湖面上,它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多漂亮的天鹅,这难道是我吗? 丑小鸭吓了一跳,真是不敢相信。 天鹅们围着它,亲热地翘着嘴巴,轻轻地啄着它的羽毛。 它多快乐啊。 河面上来了一些小朋友,大家快来看。 那儿,新来了一只天鹅。 真的呀,就是最年轻,最漂亮的那只,呱呱。 年轻的天鹅把头抬得高高的,脖子伸得长长的。 这时,太阳公公也笑眯眯的照着大地。 宝贝们,听完丑小鸭的故事,有学到什么? 赶紧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分享一下吧。 晚安,宝贝们。